这块地是前一个礼拜 栽的红树 你看前面 这个杂草已经开始起来了 现在红树苗 已经缓苗结束了 你看新叶 新叶已经长出来了 很多人看到我们栽的红树 来一个人都说 我们今年栽的太密了 太密了 大家看一下密母密到底 中央是四亩多地 我们栽了是三万颗苗 三万颗苗 实际上这个从梅母的苗数算 不算密 但是为啥大家感觉到密呢 实际上主要还是看 就是平时大家栽种的时候 有时候习惯引起的 我们先来看每一颗苗的尖局 猪尖局 看见了没 基本上也就是呢 20来公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红树苗的杭尖局 那杭之间 20 40 也就是70公分 也就是猪局是20公分 杭局是70公分 实际上像这样的行间局啊 不密啊 不密 尤其种个鲜石红树 如果你太稀了的话 那么你这个红树块会非常大 非常大 你大了以后 你鲜石红树 它并不好卖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鲜石红树种植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考虑到你这个红树的商品性 你太大了 没人要的 你也蒸红树的话 锅里面放不下 是不是 你太小的话 又形成不了商品性 所以说呢 先是红树 一定要讲究各头均匀 所以说 适当的密质一点 像我们这 猪局保证在20公分 杭局保证在70公分 就可以了 通过这种方法 你就可能 就是说你这个每亩的红树的效益 因为你不要比产量 你比收益 比效益 效益会提升很多 这就是很多 有些种植户啊 往往走入到一个误区 单纯的考虑到产量问题 而没有考虑到你的红树的商品性问题